本该幸福美满的现代出现了巨大的裂痕 而Mikey的真正想法究竟是什么呢 寒冷刺骨的冰冻仓库里 正跪着三个男人 而一旁有个手里拿着枪 嘴里说到对背叛者 是以犯天的铁锤 然后摆出一个不要说话的手势 说听着Mikey要说话了 旁边的Mikey悠哉的吃着手里的东西 淡淡的说了句杀掉 拿枪男人收到命令后 直接毫不犹豫的对准 跪在地上的三人 那三个人 活不中枪当场隔屁 跟犯天的齿轮不匹配的家伙 就是尸体 说话的此人正是犯天的二把手 三图春千叶 而犯天的三把手是贺蝶 还有犯天干部望月观尔 灰骨胆 灰骨龙胆 你们几个可别忘了 如果背叛 就算是我们也一样变成尸体 说话的此人正是九锦翼 也是犯天的干部 犯天还有最后一个干部 名思武臣 最后就是犯天的首领 左野万次郎 犯天就是由这些家伙组成的犯罪组织 武道听到职人陈述后不可置信 Mighty居然会是犯罪组织的首领 但职人也很肯定 他的调查是不会错的 武道回想起Mighty解散 冬万时的场景 他不明白 说了那些话 将最爱冬万解散的Mighty君 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但武道始终坚信 Mighty不可能会变成那样 他想再去和Mighty君见上一面 职人听到武道的话愣了一下 随即劝说道 这样好吗武道君 你明白这有多危险吗 你太小看十二年的岁月了 左野万次郎 已经不再是你所认识的那个人了 此时 武道还是听不进去 直接伸出了右手 他要再次穿越回过去 要当面找Mighty问个明白 请你适可而成吧 我们已经救下姐姐了 目的已经达成了 左野万次郎 本来也不是你的熟人 他变成什么样都无所谓了吧 请你迈向未来吧 但是一根筋的武道 怎么可能听劝 扑着说道 职人 如果没有Mighty 就不会有现在的我呀 拜托了 我去问清楚了 马上就回来 职人见状劝说不了武道 笑了一声 真是败给你了 要马上回来了 随后两人的手 再次握到了一起 没有Mighty便不会迈向未来 武道选择再次穿越回过去